希望在每个页面下方都做这个东西 因为我希望让它有个一致性的页面 前面我们做过就是说 我们之前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上面 那如果我今天我希望做在下面的话 类似像这样子 有没有 做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也是切成四等份 这个是放在什么 页尾的部分 就是footer的部分 那上面的话分别就这四个东西 那怎么做的 首先特别注意 这个有点不太好做 因为很容易出错 第一点的话 请各位 我这边已经做了 我切到这边来 这个还没做 第一个先找到页尾 页尾的部分 请你在页尾的部分 把它delete掉 然后呢 把这里面 优标切过来 它本来叫什么 head H4 这个部分也要把它删掉 就是空下来 那一定是 DIV 后面是footer 斜线DIV 那中间的话 请你 插入一个 版面里面的DIV 插一个DIV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 有没有看到 footer中间就有一个DIV 那把这里面的东西给删掉 分别输入什么呢 分别输入我们的 在这个中间 就输入我们的 这四个东西 就是摄影名词 我们要的清单就对了 然后把它摆在这里面 我们用直接从这边 切过来到这里好了 切过来到这里 好 那直接把它贴上 直接在这个地方 干脆直接写到这边好了 把它贴上去 贴到这个DIV里面 好 贴过来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看到有四个东西 或者你自己打上去也可以 四个清单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把这四个选起来 底下有个项目清单 对不对 点它一下 这个时候呢 第一个要先做什么 项目清单 那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它一定是UL 开头UL结束 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清单 那里面的话呢 它的结构一定也是LI 这个可以把它删掉 这个多的 这是空白 多的空白 好 那前后的话 也不要空白 最后做出来的 类似像这样子 好 这边也不要空白 就是UL是项目符号 LI的话是里面的项目 它这个标签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 可以把它做成 一个 一个什么呢 一个下面 一个 这个DIV开头 DIV结束 然后选到什么 它的Data Raw 在标签的视窗里面 就是 这边前面也用过嘛 就是JQuery Mobile 展开来 它是一个什么 Data Raw 选哪一个呢 Data Raw 就是如果说要做成那个 那个所谓的寻览列 前面也用过嘛 就是做什么 做Net Bomb 把它点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这个 这个DIV呢 后面就会多一个什么 它的Data Raw 等于Net Bomb 然后 就是这个范围 这个 这边到这边 最后做出来 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外面 刚好就是一个Footer OK 类似像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如果在浏览 在那个Chrome里面看 或者干脆 我直接即时好了 直接按一个即时好了 即时也可以看到 即时的话 你会发现 底下就会一裂了 但是这个效果 还缺什么呢 缺超连结 点击的超连结 还缺什么呢 缺一个图示 另外呢 我把即时点开来 还有一个问题 我点它这个浏览器中 浏览器看一下 我把它Save一下 你会发现 它的位置 它跑到什么呢 最下面去 但是呢 我如果希望说 我如果卷动的话 它能够刚好在 我固定的位置的部分 该怎么做 我想这个部分 等一下再来看 请各位先试试看 这里 那把重点再提示一下 把它倒带一下 重点提示一下 首先的话 Footer 底下这个部分 请你把它删掉 这个地方把它删掉 然后它一定是留下 留一个Footer的 DIV开头 DIV结束 插入一个什么 DIV 直接在这边插入一个DIV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呢 输入什么呢 输入这些东西 有摄影名词等等的 或者干脆这个地方 把它直接选起来 直接在这边输入 也可以 输入上去 然后把这些什么 做成项目清单 并且在这个地方 Data Raw的地方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Netbar OK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我现在加在这里 它的位置不对 应该是在外面 所以你可以 如果加错的话 记得把它搬到上面 这个 是在DIV的那个 特别注意 如果你刚刚是在 这个选举区里面 做Data Raw的话 它会加到项目清单里面 应该在上面才对 这样的话做出来 就是我们的效果的第一阶段 还没完成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感谢观看